我們可能手機上或是印刷物上面看到的字體 它都是比較細細的收掉 那你可以看到北味真書體 它在我們的轉折和收尾的地方都特別有做加厚 所以會讓人覺得有一種很有力道的結尾的感覺 甚至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印在實體商品上面 我自己覺得非常有漢字美學的 就是細節跟那個精髓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並且看到最後喔 安安 遮遮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 我真的沒開箱過這個東西 我覺得應該也沒有什麼頻道開箱過這個東西 開箱君開箱過 原來開箱君已經開箱過了嗎 開箱君屌 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是北味真書體 目前正在嘖嘖上面做募資的全新的中文字體 北味真書體呢 就像它的名字一樣 它其實最早是起源於 魏晉南北朝北 魏這個朝代南北朝的一個凱書的字體 後來呢這個字體在1940到1970年代的香港 就是被廣泛的運用 所以如果你有看過一些 幾十年前的一些香港電影啊 或是香港的照片 你可能很常在他們的街景 像是招牌 或是他們的市容上面看到這個字 所以也有一種懷舊復古的感覺 但是呢後來隨著就是都市現代化 所以或是有一些老店它可能倒閉了 在這樣的潮流之下 這個字體就逐漸的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了 也因為這樣這個設計團隊 就不想讓這麼漂亮的一個字體 從就是大家的視野中消失 那他們就在剛才介紹的這樣的基礎下 抓住了這個漢字美學的精髓 加上他們自己現代觀點的重新演繹 就設計出了這一套全新的北魏真書體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來仔細看一下北魏真書體這個字體的設計特色 這個字體第一眼就給人一種非常有精神有力道的感覺 是會立刻抓住大家的目光的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們中文字這邊 會有一些獨特的轉折的地方 像是平常常見的 我們可能手機上或是印刷物上面看到的字體 它都是比較細細的收掉 比較少有字體是在強調就是中文筆劃那的這個手法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北魏真書體 它在我們的轉折和收尾的地方都特別有做加厚 所以會讓人覺得有一種很有力道的結尾的感覺 尤其是大家一起看一下舊這個中文字 像是在旁邊這個油這邊最後要轉折收尾的地方 平常常見的字體可能就是細細的勾起來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非常氣勢磅礡的結尾的感覺 非常的厚重有力道 就是剛才有介紹到說在194070年代到70年代的時候 其實香港街景上是非常多這個北魏體的應用在他們的招牌 或是路邊標示上面 然後這樣的風景對很多人來說是特別有印象 特別有風格的街景適容的 想像一下把北魏真書體應用在我們路邊的招牌 或是街道甚至是捷運的那個指示上面 都會感覺非常的突出 然後一眼就可以看清楚這個印刷物 跟這個宣傳物是要告訴你什麼 非常的抓眼球 甚至是也可以應用在數位媒體的素材上面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每天要看超級多的素材 所以如果你的字體不夠突出的話 你的資訊不會一下就被大家發現 如果用了這個非常有力道 又很有精神的字體的話 感覺你的資訊就很容易脫穎而出 甚至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印在實體商品上面 如果印在一個實體商品上面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非常有漢字美學的 就是細節跟那個精髓 對你就會覺得這個 這個瓶子 這個瓶子突然變得很貴 你知道嗎 就是很有設計感 感覺有承載一些歷史記憶 你原本看了說 是不是什麼歷史老店的商品 沒有 早上才brew出來 就是可以透過自己的設計 有非常多的力量 然後也可以傳達出不一樣的形象出來 這就是我們這次開箱介紹的北魏真書題 是一款就是很有力道 給人精神抖擦的很美麗的字體 同時這個團隊也是獲得 我們這次哲哲體驗大賽設計組家選的團隊 我們恭喜他們 所以非常的歡迎大家就是去頁面 底下的集資頁面 看看更多這個字體的細節 還有它可能的應用場景 如果有喜歡的話 真的可以把握目資期間去支持正版的字體 因為字體以後上市都會貴蠻多的哦 感謝大家今天跟我們一起進行有趣的字體開箱 我們今天要抽獎時間 我們會抽出正版的北魏真書題一套 那抽獎的辦法跟平常一樣 先訂閱我們嘖嘖開箱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有了這個字體 你可能最想要印刷用在什麼地方啊 最後記得一定要hashtag嘖嘖開箱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